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到宮古島一定要來吃這間燒肉店 我本來是專食宮古牛 而宮古牛的產量非常少 只可以在沖繩或宮古島才吃到 而且這間是在日本的泰巴樓 燒肉棚榜排名第一 而且價錢也很親民 先介紹一下 只有宮古島養殖的15個月大蝦霧和牛 才可以貼上宮古牛這裏 每年產量只有175隻左右 很罕有的 這間店特別在一賣買完整隻牛 由緊夾肉、牛腰肉到內臟 連稀有部位都有 打開菜單不知道叫什麼好 老闆就會推薦這個宮古牛拼盤 牛尾味道很痛 還有呢 它可能咬口 再配上蔥花 好吃 吃得很飽啊 我覺得這裏的牛尾是比較濃 如果你來我魔王 記得不要錯過 好嗎 好謝謝 不用客氣 好謝謝 我有小時候 efeso 公布